分数要交给市民来打 不能我自己打 至于评价 我们当然是交给市民来评断 打分数的事情就留给各位记者 或者我们的管大的观众 那就真的市民来打分 辩论会后TVBS即时民调 结果发现三人支持度 讲万安35%领先 陈时中26% 黄珊珊20% 比起辩论前差距不大 至于这次有39%的人有收看 估计是81万台北市选民 那谁表现好 讲万安稍稍领先 陈时中28% 黄珊珊19% 只不过面对面的攻防 陈时中临场反应好像有点紧张 在比赛前我们当然都是 有高度的一个紧张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政务官 我们不是这种从辩论队出来的 我已经尽力了 谢谢 强调自己比的是内容 不是口才 但这场对决有什么心得 黄珊珊却说感到遗憾 确实看到了一场 蓝绿恶斗的现实实境秀 那很多的政策 他们所说的 其实台北市已经做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场辩论会 反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北市 目前有的政绩 市政议题上 黄珊珊确实掌握地主优势 甚至交叉结问环节 拿少子化议题出招 陈时中接任卫府部长 成立了少子化办公室 却只开了一次会 拿了7.91亿 因为他这个7亿 坦白讲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不过这种指控 都是严厉的 要有证据 会后前期没有黄珊珊指控的 至于限电议题 将万能抛出这政策 我们透过冷气 可以租用的方式 以租代满 我想可以先从日常生活 达到节能减态的方式 但这真的有划算吗 言论一出 外界满头一货 所以日本他们也提出 能够透过以租代满的方式 先协助这些经济弱势的朋友 包括一些长辈 先用租 用比较低耗能的家电 来慢慢逐步的朝向 进行碳排 简单减碳的目标 上阵解惑 指出国外也这么做 三角都不再隔空交战 但政策论述就看选民 买谁的单 TVBS做个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